如果安杰莉拉求力 今天可以看到我们的书爱 也许她是更有勇气 来面对她的生命 你怎么可以那么自私 然后你想要去死 那你的家人 你的小孩怎么办 然后我就 可是我就真的很想死 赛事书也有讲到 就是把每一天都过好 然后我就发现 好像当我这样子过生活 我开始越来越好 常常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 好像有千千万万个明天 可是当癌症 它有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其实它会更加增添 我们要想要来探寻 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黑暗面怎么样能够 敢去勇敢地表达 或者黑暗面 也怎么样敢去勇敢地去面对 当一个人真的被接纳了 心里的力量就会起来 对 komen 但是 你还用来 我也真的 如果